Ryo聊四季 天天都不星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我馬人 這套比賽是T90的黃金聯賽 先來看一下紅方 是選擇了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村民的攜帶量 全部的資源都是加三的效果 所以他在前期、中期、後期的經濟 其實都蠻不錯的 也是南美洲文明裡面經濟最好的文明 阿茲特克人他的打法 是屬於打這個僧侶比較特別 每點一個僧侶科技 血量就會加5滴血 到了後期可以高達95滴血 所以阿茲特克人的僧侶 是僧侶戰裡面最難纏的那種僧侶 阿茲特克人主要還是打老鷹 還有強奴、戰毛兵為主 他的戰毛兵有直毛器的關係 傷害跟射程可以跟帝王戰毛一樣 而且阿茲的龍貫戰爭的關係 可以讓步兵傷害也是非常高的 阿茲特克人的打法 比較算是偏身頭戰術 會比較極為強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是選擇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工作效率其實蠻好的 像是採集資源或是修理 或是建造速度都5%加成 這個能力到了後期會比較明顯 前期的經濟來說並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羅馬人算是最近的DLC 最新的文明 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步兵單位 會變成軍團長還有百夫長 百夫長是他的寶兵單位 這兩個單位都可以 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野戰軍科技 就可以獲得蓄器攻擊 有個極小的蓄器能力 羅馬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步兵跟騎兵為主 攻兵路線不太行 但是他的奴炮是非常強大的 造價只要30黃金而已 而且可以點下銀罐技術之後 可以獲得33%的奴炮攻速加成 所以羅馬人主要是 走一個奴炮配騎兵步兵的打法 為主的 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是比賽地圖的關係 所以其實平衡性蠻好的 但是他這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礦產資源是比較少一點 你看這個金加起來 這裡才4塊3塊7塊金而已 就跟一般阿博一樣喔 一個大金的數量 右邊這邊是3塊金 下面是3塊 右邊也是3個 都是偏稀少的 右邊這邊是有大量的石頭 黃金喔 左邊這邊也是有黃金 就是你一直要到處去圈地 然後去製造自己的領土出來 然後趕快去採資源 這張地圖的一個細節打法 就是需要不斷擴張出去 在一個地方待久了 你會被自己窮死喔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羅馬人 這邊是先慢慢推路了 哇 這麼遠也在推喔 兩邊都是喔 這個距離比阿拉伯還要遠了吧 這個路群的位置 都偏遠了 哇這個還在樹後面 這個要推需要一段時間了 好遠阿 這個推路對羅馬人很不友善喔 好 兩邊點下了封建時代 羅馬人這邊比較早 17P就點了 好 兩邊點下了封建時代 好這裡設一下 但是阿茲特克人這邊三條路都吃完了 羅馬人只吃了兩條路 然後對方過來不趕路了 選擇去對方家裡先探索一下 那待會羅馬人呢 也可以選擇打這個步兵路線喔 那阿茲這邊呢 是打一個步攻路線為主 可以先按一隻老鷹啊 或者是先去補個射箭場 好 好這邊是決定先小圍一下 拉了一隻串慢慢圍 左邊補了一棟射箭場 好 開始要圍過來 唉唷這邊圍圍的蠻好的 好 這張地圖是比賽地圖 所以圍法會比較難圍一點喔 所以我們就不講了 畢竟大家 在阿拉伯上面喔 比較常遇到這個圍架的問題喔 看這種比賽地圖應該很少人玩到 不太會有這個練習的機會 需要練到這個比賽地圖的圍法 好 羅馬人這邊果然是 轉出了弱馬開局 那阿茲特克人 這邊是按兩隻槍兵喔 再加上一隻小弓 黃金礦還沒有開始開襪 所以待會如果要繼續按的話 可能按些毛病出來擋 當然現在也不用按毛病喔 因為對方沒有轉出弓兵來 所以就沒有必要去按這個毛病 浪費自己的肉量 好 這邊還是按了一隻毛病 預防一下 當然不能按太多 就算你要預防按也不能按太多 不然會 影響到你升城堡時代的時間喔 好 這邊稍微過去看一下 有看到射箭場 OK 阿茲剛剛應該是用老鷹喔 有出外面探喔 有探到這個射箭場 所以他一直有在按毛病 做一個預防一下 那如果你要預防對方的奴兵的話 工兵的單位 可能五隻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記得四到五隻可以擊火掉一隻喔 那你還要去算如果有 滑掉的毛病的話 那就到六隻吧 會更安全一點 但現在這個階段 兩邊都是一個小打小鬧 並沒有一個真正要打架的意圖 兩邊都是我想農 阿茲也是我也想農 但阿茲這邊覺得 欸 對方不過來 那我就要過去囉 好 既然不來 如果我出了這麼多兵 那我就不能白白浪費掉 讓你過得太舒服 好 快把兵往前拉 好 等羅馬人看到對方 金拉利陀兵過來 雖然資源量快要可以點城堡實彈 但也沒有怠慢喔 要點下一擊一射 然後 出了六隻毛兵 好 那這六隻毛兵只有老鷹可以去做解決 好 齒頭過來 先打老鷹 老鷹被戳掉了一隻 毛兵的數量只剩下四隻 有點危險喔 有點打不太贏了 好 但還好 阿茲這裡沒有點一擊射的關係喔 手有點短 所以這邊就要看羅馬人要不要用這個 毛兵的操作 去換掉所有的槍兵 OK 換掉所有的槍兵之後 刺猴中可以上場 欸 還有一隻槍兵喔 喔 好痛 殘血了 OK 毛兵解決掉 阿茲這邊的毛兵全部被解乾淨 但自己也升到了城堡實彈 這時候羅馬人點下了裝甲步兵 那羅馬人的步兵也是蠻厲害的 他每點一個步兵科技喔 都可以獲得雙倍的效果 點下1防之後就獲得2防 那點下2防之後就獲得4防 非常高 所以在城堡實彈的羅馬人喔 是他防禦力最精華的時期 好 這裡直接升常見兵 常見兵戰術 要開始來打了嗎 那阿茲確實遇到 步兵戰的文明喔 會不太難 不太好打一點 因為阿茲這個文明 老英不太能打騎士跟步兵 只能對付對方的工兵 還有這個生旅喔 會比較適合 那羅馬人知道自己出生旅沒有用 所以就直接出了常見兵 這樣就可以第一時間壓制住出來的阿茲特克人 好那羅馬人這邊開下了第二個城鎮中心 阿茲特克則是沒有補下 在家裡放了一個秋刀院而已 好但是常見兵有個問題喔 就是他跑不贏對方的老英 好 阿茲已經升好了 二級木跟英勇士的升級 時間硬敲一下這邊的軍營 勝旅過來招翔一下 阿茲勝旅戰 還是要來玩一下 即使不招翔對手 也可以出去撿聖物 這邊把常見兵直接往後回撤 好補下第三棟城鎮中心 補在了石頭區 好這時候羅馬人補下清旗兵的升級 想要出些清旗兵去針對阿茲的老頭 哇你看這四隻老英直接擺給 常見兵基本上沒扣到什麼血 老英就被... 剁光阿 好兩隻常見兵去守一下 好這邊都撞到 這時候要一隻 老英完全對常見兵沒有抵抗能力阿 OK升到清旗兵之後 就很好針對對方的升旅了 哇升旅兩隻直接被一隻清旗兵給抓掉 這八十肉換兩百斤 不虧 直接扛了兩百斤 好那左邊這個位置 繼續補下了城鎮中心 3TC開農 常見兵第一次先收掉了對方升旅 後方清旗兵也是往後收 但是沒有收掉 這次老英回舊的很... 恰當喔這個時機點 目前這個局面阿茲特克如果要打贏的話 一定要趕快按出自己的城堡 整處暴勇士來打 才會比較能打出優勢來 基本上現在老英撞上去 只能被打到頭破血了 哇這邊直接 欸無三櫃開門 但還好 後面有城鎮中心 開完進去 只能變成競技場 死鬥互打 誰死了誰就出去 OK 那目前這一波羅馬人 有上到一點阿茲特克的經濟 所以村民宿來到66村打上82村 但是聖物來說是阿茲特克這邊領先 目前已經拿到三聖物 阿茲的團隊加成 還有聖物的加成 每減一個聖物都是33%加成 所以拿到三個聖物 就等於是四個聖物的效果 那這也是比賽地圖中 比較常見的一個阿茲特克的優勢 因為比賽地圖中 通常聖物的數量 都會到七個甚至八個 讓立陶宛阿阿茲這類的文明 需要靠生物來過火的文明 會顯得比較有優勢一些 這邊親戚兵過來 可能來不及攻擊 因為剛剛走了一下迂迴 果然被找走了 那這邊阿茲優勢目前還蠻大的 現在軍力上來說可能正面打不太贏 但至少這邊有輔陣了一些 剛剛輸掉了烈士 和這個常見兵 雙反五 老鷹是不是打一下只有1滴阿 看一下 這邊還在減生物 老鷹現在是八攻打一下3滴 還沒到1滴 OK繼續招翔 招了就走 好 這時候羅馬人補下了異攻 按了各種常見兵往前A 阿茲特克這邊瘋狂用生女招翔 很努力 但常見兵的數量還是太多 入侵了幾隻進來 硬打生女但生女有夠坦 這個生女整天在健身阿 很像這個五指轉身第二季 金肉生女 就是這種概念 很像是金肉魔法師 他是金肉生女 OK後方 下了移動城堡 好 好 這一種城堡 我覺得 有點微妙 蓋這個位置 雖然以戰略地形來說 是挺重要的沒錯 這是一個很好的進攻出發點 感覺是吧 再按幾隻輕騎兵來擋比較好 這個不用輕騎兵打 要打很久 但是這個城堡 控不到任何的資源 如果以正面戰能打得贏的情況 這個直接貼到門口就好了 所以這個城堡 這個位置 是我不太喜歡 但羅馬人這邊比較保守一點 但對阿茲來說 壓力會更小一些 蓋這個位置其實也不錯 所以一下射擊 還可以換掉兩個TC跟農田 對啊 他其實軍力上有贏的 沒有必要這麼委屈喔 把這個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基本上前壓寶的一個觀念喔 就是你軍事上有贏的時候 正面能打得贏對手 你就盡情的前壓寶 其實 沒有太大的關係 只要能贏啊 這個戰術是 可以繼續用下去的 雖然可能有些人會說很無腦 但這個是 最好的辦法 好 但是阿茲這邊也點下地龍師帶 羅馬人也點了 而且不下手推車 二級目 兩邊的經濟都來到最好 二農恩部都有點 羅馬人慢慢轉出了 輕騎兵的一些升級 才講 阿茲特克 則是轉出了暴勇士 不然阿茲特克 對抗對方的步兵 一定要出這個暴勇士 暴勇士的額外增傷 對於步兵來說是非常痛的 好 隨便繼續騎兵繼續騷擾 好 繼續往前蓋一棟城堡 但是這個時間點再往前蓋城堡 你就沒有軍事上的優勢了 反而就會有點危險 這時候再往前蓋城堡 可能會被反打回去 甚至被打出烈士來 好 白夫長第一時間收掉了 華永世 華永世對抗白夫長來說會比較難打一點 好 還沒有關係 白夫長就靠生侶 好 前生物往回走 誒誒誒誒 走錯地方了 這個生侶迷失了人生方向 好 羅馬人這時候點下了 忠誠信仰 這個能力的效果呢 是可以延長對方對於自己的單位的 招翔時間 讓阿茲特克人更難招翔掉羅馬人單位 但其實這個效果我覺得 那個叫什麼 誒 異端邪朔更是重要 一千金 研發雖然要一千黃金 但是至少 被招翔掉的單位 會馬上暴斃喔 不會再變成對手的 這個只能拖延時間喔 但到了最後還是會變成對手 就會變得很麻煩 好 這邊點下了野戰軍 羅馬人這邊可能要來打一個步兵戰 阿茲特克這邊則是補下了 暴龍士的升級 長槍兵也補下 還有這個 捲兵技術 左邊補下了一棟城堡 哇 羅馬人地下 直接把村民打到半血 但這裡有兩個 有城堡的關係 所以應該撐不太久 好 這邊有大量的親奇兵衝進去 想要抓生侶 但是生侶在哪裡呢 奇怪了 阿茲的生侶 全部都在城堡中心這裡 哇 收進去 親奇兵完全沒有機會可以抓到 這時候羅馬人補下了野戰軍的升級 不是野戰軍 軍團兵的升級 補下了三防 三攻 好 準備要來把羅馬人的 步騎作戰 打到零零盡致 那大家會說 欸 羅馬人這時候可以 產這個奴炮出來阿 打這個暴龍士喔 那確實可以喔 但是你要先過立到後方的生侶 這個生侶 可能會點出救贖思想 把你的奴炮招光光 而且證明上來說 現在要扛住有點困難 或者是 他待會也可以找你的百夫長 去打奴炮 這也是待會羅馬人需要思考的 雖然我覺得 現在轉出奴炮好像也不錯 畢竟黃金照價很便宜 但是木頭需求量需要很多 其實羅馬人這邊的經濟配奏 是肉大於木頭 所以要轉出奴炮來說 可能會有點 需要花點時間喔 這段時間可能會被壓制住 哇 好多長槍兵 OK 這邊長槍兵已經點下龍冠戰爭了 攻擊力4加5 而且三弓還沒補下 補完三弓之後 還有再加上3點傷害力 攻擊力來到12弓的長槍兵喔 非常的痛 這邊已經生好精銳暴龍士了 攻擊力12加5 還有3點沒有上 21弓的暴龍士 還沒有出場 好 那軍團兵第一時間 直接撞上了暴龍士 暴龍士這邊直接 敲了幾棒 讓這邊軍團兵直接硬身倒地 這邊這座大戰 看起來羅馬人完全潰不成軍 後面這座城堡也要被拿下 後方七騎兵想要到後面 繞背 這邊繞背能夠成功嗎 我都要一隻生鯉 兩隻 三隻 三隻 四隻 收掉了四隻生鯉 只剩下三隻 但是正面 羅馬人已經全軍潰敗 潰不成軍 這裡要再重新集結一波軍力 這裡補下了非常多的 巨馬舅 將來出肉吧 那野戰軍這個效果 其實也可以讓羅馬人的騎士 獲得結戰軍的這個地下的傷害 還是這個生產速度 所以其實也可以考慮轉成 自己的重裝騎士 如果需要大量騎士來防守的話 但是這邊如果轉成奴炮的話 就要趕快按更多軍團兵去正面擋 因為奴炮需要黃金 然後如果百夫掌按太多的話 奴炮可能會很難按 現在也沒有足夠城堡 可以高速量產 所以按軍團長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但是如果按軍團長的話 又會被暴勇士正面打爆 這波沒空好 好 奴炮產出來 來 哇 哇 打不太贏 職棒敲死 太慘 好 左邊有少量的百夫掌在偷偷騷 看是暴龍師過來擠一下 還好這裡有一棟城堡 位置都空得還不錯 好 好 木炮繼續串燒 但現在數量太少了 還不是很明顯 喔 又有這一整排很熱 就有感覺了 好 那這邊收掉大量的阿茲特克的暴龍師 左邊這邊直接手撕城堡 用拉瑪棒敲掉了一棟城堡 這個拉瑪棒應該都斷了好幾根了吧 他敲了多久才可以敲掉一座城堡 好 正面軍團兵上前應戰 把大量的長槍兵給收掉了 但是又遇到暴龍師 暴龍師打軍團兵只要四棒 四棒一隻軍團兵 非常的疼 但這邊重裝武炮還沒有升級 好 這邊果然要轉出重裝騎士了 沒有重裝騎士 這邊還是有點難扛 後方的武炮大軍也是直接被 籃籃棒給敲掉了 正面的坦度不夠坦 轉出重裝騎士才有機會 OK 騎士的部分就稍微能夠扛住了 好 但後面又走出了一些聖旅出來 但是暴龍師的數量來到了機能的四十三隻 點一下救贖思想 聖旅 救贖思想研發完之後 待會又會賴到七屬滴血 OK 上方城堡已經掉了 羅馬人這邊節節敗退 奴炮這邊的數量來不及行程 就被打了回去 暴龍師無腦開A 這邊要來手撕城鎮中心也沒有問題了 好 直接爆打一波 正面這棟城堡建起來 羅馬人還有機會嗎 軍團兵又勉強阿倫幾隻出來 但是完全扛不住 阿茲特克進攻 沒了 涼了 這個 這個完全擋不住 雖然這裡有重裝騎士喔 現在可以稍微反擊一下 但是後續的攻勢 他大會可能會扛不住 好 彩燃中心 農田直接被衝擊到 待會肉量會大幅下降 好 重裝騎士 扛住了暴龍師 這一波的騷擾 上方這塊金 唉唷 這裡好多金可以挖 可以再挖一段時間 好 羅馬人的資源用到了最緊繃 重點下了重裝奴炮 應該是重型奴炮才對 但是現在奴炮出身點喔 工程器製造所都在前方 沒有辦法安定的量產出來 所以這邊還是選擇打出繼續阿 可能後面還要再補下更多的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才可以安心產出奴炮 然後再轉重裝騎士喔 才有可能守得住 好 來看一下這個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羅馬人 這邊大獲全勝阿 哇 這個就是羅馬人的 後期的經濟喔 非常誇張喔 經濟量非常充足 但是前期來說 就會發生其實還好 並沒有非常的亮眼 其實前期還是贏耶 為什麼 呵呵呵 欸 羅馬前期也這麼強嗎 沒有啦 到這邊有點 有點開始不一樣 黃金輸了一倍 後期的羅馬人的經濟真的蠻誇張的 這個能有體會 雖然經濟量全盈 但是勝負上是輸的 人家阿茲產了5100的黃金 其他資源阿茲上來說 也是因為村民落後的關係啦 因為村民落後大概約20村左右 這20村差距其實蠻大的 但是因為沒有這20村的關係 所以他前線的部隊量 會非常誇張喔 羅馬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喔 有點扛不太贏 但更多的是喔 自己按了太多的軍團兵喔 反正打不贏這個暴隆士 不過早點轉出 重裝騎士跟輕騎兵的一個搭配 去做包抄後面的森旅 然後正面用重裝騎士來扛 可能還有機會阿 那後面再轉出一些重裝奴炮 重襲奴炮 就可能有機會打得贏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